大家好,我是老杨 老杨说凡人凡事 今天我就聊一聊在美国找工作 同样的工资都是18块的话 假如有的选择 你一定要选择那个老板是挣钱的 比方说我现在 我今天去施工的那个老板 他就是一个仓库 帮国内一个公司 搞搞海外仓 就不挣钱 所以老板就很 你也敢做员工做事 两个员工 我还是四一天工 两个老板 那怎么行呢 所以后来给我18块我也不干 我原来那个公司 还没辞职 明天继续去 七六招 他那个老板就很挣钱 所以他就不会赶着你做事 而是说你慢慢做把它做好 我今天那个施工那个仓库就说 你要流水线 你要快一点快一点快点 不停的快一点催你 你催我快一点 你给我工作我也不干 他离我家近 而且不用戴口罩 我原来那个公司戴口罩 把我搞出毕业来了 有点受不了 看样子还要继续忍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以后找工作 一定要找那个老板很挣钱 我明天继续上班的那个公司 那个老板他就很挣钱 他一锅这个药丸子就一百多万美元 这搞仓库哪里是他的对手呢 对吧 所以你找工作 如果有的选择的时候 你就要选老板挣钱的 挣钱 有钱嘛 他就会 虽然给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他也不是给特别多 但是起码他做事的时候 他就不会赶着你盯着你做 我最讨厌人家盯着我做事了 所以我面试了几个老板都要 但是我不去 你看你盯着员工给你挣钱 而不是盯着你的产品挣钱 那有什么狗头 那老板那种老板就 你在那里过得不舒服 在美国啊 如果你只想过一个普通人的 美国人的生活 也不要说什么美国梦不美国梦 就是四千块钱一个月 差不多了 有房子住 有车开 反正你不上私校 小孩 自己找个好一点学区的 让他好好读 自己也教一点 这日子也过得下去啊 不用太吵醒 在中国就恐怕很难了 这个共产党现在搞政治疫情 拿上海在练手 搞得真的是名不聊生 我不知道那些企业组 尤其是小企业组 尤其是服务业 他们怎么撑下去啊 我看真的是 那有很多人肯定承受莫大的压力 这个租金啊 这个租金啊 员工啊 员工啊 员工实际上他也承受莫大的压力 他还怕老板开了他 在中国这个时候你敢跳槽吗 我都不敢想象啊 你在洛杉矶 你反正打个工你想跳个槽随便 我干的不开心呢我就走了 我宁愿少挣一块钱 我就走 我看你这个老板不顺眼我就走 恶不死挺好 如果你再给自己一点压力 学一点这个英语 英语好了啊 再搞个什么 美国高中 高中文篇 再学一门技术 电工啊 工程电工啊 或者搞一个什么 包括冒险啊 也要及时啊 再搞一个很多镇啊 空调维修啊 是吧 水管维修啊 都可以啊 这是我能想到的啊 我自己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啊 是吧 开卡车也行嘛 对不对 这小日子能过得比较安稳啊 我希望美国不要继续划下去啊 这是我的希望 至少在我有生之年 不要不要划得太厉害啊 我死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啊 对不对 反正两百年后就是孤分野鬼 谁也不记得我 我也就不用去抄这个信 所以啊 我看中国老百姓啊 还有的苦受啊 共产党一日不倒 中国老百姓就永远他们不会安宁啊 中国政府实际上啊 它是一个军政府啊 你看那些共产党 那些联资源者都那么猖狂啊 它为什么能猖狂啊 它是一个军政府 中国的警察部门啊 有一半是退伍的这个军长干部 中国的政府部门 尤其是基层政府 什么县市政府啊 那些街道啊 或者乡政府啊 那些里面的这个 什么公务员 或者是事业边的员工 政府员工 它基本上都是军长 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啊 街道办都是 都是军长 军长过去的 那因为原来的城市户口嘛 什么所谓的商品粮嘛 去当兵的话 它就给你分别到里面 所以他们就很听脱啊 文化程度很低 搞到的文凭都是寒寿啊 或者自考 这是随便买的嘛 又不看书天天稀老 军队退役之后 直接就转到政府部门去了 所以他们是狠听话的 狠听共产党上面上级的话了 你让他吃屎他就吃屎 他就这样子啊 上级让他吃屎他就吃屎 上级让他咬人他就咬人 这就是中国基层政府的本事 所以中国政府 它实际上执行力是非常强的 如果他想干某件事情 他铁了心要干 在中国啊 他是能够执行到位的 所以这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我们反对共产党的人 没有组织 很难推翻他们 什么合理非 靠他们良心发现 那是真的是与辅谋辟 我不想太多地攻击这些人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要是发起脾气了 我也愿意 我要攻击他们 就是这些人误导了 中国反共的群体 什么合理非啊 下几个扯大 今天我在推特上 看到一个网友说 他说的 他就把我的意思转换了下 我说当时当年蒋介石 不过是在美术争霸中 夹缝中生存下来 他转换了一个意思 他说 中国政治的结果 就是静外势力干预的结果 静外势力干预共产党 扶持共产党 所以有了中共的今天 苏联嘛 苏联的特务机关中共 就是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美国人放弃中华民国 出卖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倒了 他又觉得台湾危险了 他又干预中华民国 想保住中国民国 中华民国就保住了 实际上共产党那句话也没说错 就是境外势力 境外势力对中国的政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没有境外势力 这个中国政治走向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面 所以共产党啊 他也确实害怕有境外势力 这个帮助中国中国人反共 他也一直是这样子防范 因为他自己 中国共产党就是苏联共产党的这个远东特务机关起家的嘛 他自己就是靠境外势力扶持起来的 所以他就非常的害怕 反对共产党的人也是被境外势力扶持起来 他也没说错啊 但是呢 不幸的是 现在中国的反共群体 没有什么境外势力扶持 我倒是希望有 我倒是希望做没狗没分 人家不给啊 是不是 我倒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职业的反共的这个革命 革命者 不要说革命家 让人家讽刺 我反共是为了自己 我不会为别人反共 我就是为了自己反共 为了自己的看得见的子孙反共 我不会为别人反共 我不会为别人反共 我也不要做圣人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所以我也不会为别人反共 为什么要为别人反共呢 我冒着生命危险 往前冲的时候 那些那些那些五毛们那些自干五们 还有是那些这个思想糊涂的人 风量化 各种讽刺 就是我要为他的自由 而奋斗嘛 而去牺牲嘛 我肯定不会呀 我只能为了自己呀 对不对 所以我一贯主张 将来如果有一天有反共的组织 能够壮大 第一条牺牲成员就是这样子说 我们不是为了什么前中国人民 我们就是为了自己 没收了共产党的财产 组织瓜分 只给中国人其他的人 因为我们想要自由的社会 给他们慎变带来自由 你要想共产党的东西 你就加入这个组织 瓜分他们 对不对 其他人就是得到了自由 有自由就够了嘛 那些人是吧 他们反正也没见过选票 还风言风语 能给他自由 已经是莫大的这个 良心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贯的 讲述这个道理 不要指望革命者之处是圣人 要我去为你牺牲 凭什么呀 是不是 我就是这样讲 如果我要成立组织 我要搞组织 我就是这样子 打下中国就把共产党的瓜分了 只给中国人带来自由 带来选票 当然后续不占福利 所有的革命者不占福利 不搞特权 给中国人选票 给中国人自由 不像共产党那样子 搞独裁 都退出去 让中国人自己 自己选 对不对 这样多好 有多大的风险 就有多大的收益 如果有非常大的风险 又没有收益 我为什么要浪得虚民 是吧 那些 打到其他为大家的人 愿意牺牲自己的 他有朝一天 他一旦得死 他就可能说 我又为了大家干什么 到时候你就要牺牲 大家就要牺牲 自己的权利给他了 所以最好是革命者 跟普通人有一个交易 就是什么呢 我冒生命危险 推翻共产党 我把共产党现有的利益 物质 现有的物质 给他瓜分了 给中国社会带来自由和选票 仅此而已 不跟中共一样搞独裁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群里 反共的群里辩认了 我意思说 要把共产党的 推翻共产党 要把共产党的那些财产没收 然后通过法院审判之后 非正当的财产 非劳动得来的 靠权力 得来的腐败的国有知识厂 一律没收 革命者瓜分了 有的人就笑出声来了 那会反什么功啊 那还不跟共产党一样 我说怎么会一样呢 对不对 给你自由啊 给你选票啊 就大大的不一样 当年共产党给安徽人 可以自由种地的时候 你一下就温饱了 邓小平允许经商之后 你一下就发了小财了 你还过上小康了 你日子就不错啊 给你自由 你就有一切 别人拼了命 要冒生命危险 要冒什么呢 家破人亡的风险 推翻共产党 他什么都不要得 他就这么大功无私 然后你背后还说风凌发 你还讽刺他 他就应该给你去送死 那就不是扯大吗 对不对 谁可以干呢 那我们在群里 真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这样一说 他们确实说了有道理 对吧 我就说嘛 圣人不死 大道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我们不要对革命者 有太多的 太高的要求 要求他做圣人 那不切实际 对不对 要对等原则 人家要冒险 人家就要有收益 你要想人家冒了险 你又要人家高风亮节 什么都不要 那不就成共产党了吗 共产党开始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是为了人民 全心全意为了人民服务 后来怎么样了呢 他全心个毛线了 如果一开始我就是 跟那个什么 我就是收费的 我不是你办成事之后 我收到我的费用了 咱们这叫公平交易 对吧 你获得自由 我获得共产党的财产 这不挺好吗 革命者 大家一定要给革命者 一个宽松的舆论 不要他们做圣人 所以也不要要求 动不动就 像这些民运人士 动不动就民运人士贪污 怎么怎么样 那都是共产党 泼了很多的脏水 当然也有可能 本来他就是共产党的人 像一些被渗透了 但是我相信 这种事情 也不是全部 大家一定要给他们 一个宽松的舆论翻线 要不然你一盆冷水 一盆粪泥泼上去 听你风言风语 我为什么为了你的自由 而牺牲自己呢 对不对 由美国打工 随便炒老板 到这个中国革命 讲的有点多 跨越的有点大 我也就这么说着 大家也就这么听着 如果有一天 这个 我能回到中国 我希望中国真的 有大的改动 有大的变动 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